我现在是一件两件事 很厉害的 我现在是一件事 但是呢 这也是十几万的这个资金 当你带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面临到的一个是什么 你到底是要就业呢 还是要创业 就业的时候呢 你到底是这个资金能够维持你多久 而且你要创业的时候 你能够开发什么样的产品 开发产品是厂商最头痛 最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你开发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市场 很多好产品 我想讲过一句话 世界上好的产品 差不多2%在市面上有效 其他98%是好的产品 但是它没有效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找对市场 你的资金不足 所以影响到很大的一个 很内心的一个惶恐 那么 产品开发好了以后 到底你的市场在哪里 对不对 那市场 如果说我们今天 光走华人市场 那是非常小的一个市场 你要走到 这个国外的比较主流的市场 你所面临的是什么 你第一个去拜访 像我们做的产品 是保健产品 我给大家介绍 像这些保健产品 你去走那个Sharp Drug 或是那个Farm Machine 那第一个就问你 你的资金有多少 没有几百万 他不会跟你合作的 为什么 它一个Seasonal的这个 就是每一季的这个广告费 就要你四五万块 现在说你四五万块 花了以后呢 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收盘 你到底给它扣都不够 所以这个是Trumpet里面 有很多的无奈 那重点是说 我们今天有了一个 今天这个机会 那我们大家准备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觉得说 我们今天很多厂商 有二三四家厂商在这里 各位可以尽情去看 不用急 找你的机会 找你 因为每个创业来讲 都有卡到自己的现象 有问题 像我们这个行业 因为我是做这个蓝艺保健产品 那我们产品呢 就是跟一般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说 我是比较 比较费的 比较挑剔的 我开发的产品呢 就是专门找一些 家庭的这个问题 包括说皮肤片的问题 包括前列线的问题 包括这个 很多人没有办法治疗的 像在加拿大 有很多像鼻肉眼的 刮粉症的这些问题 你去看类似广告 所以在做类似广告的 这些产品 你千万 因为像体验我们的小鸡 都会跟这个大鸡 没关系 所以千万别放那些产品 因为那些产品呢 如果是那个 Hydrocolysis的产品 或是Stanolid 激素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呢 你在利用上来以后 要证明 对 能够准备 超到很多 这个 有很多人 金钱要加一个医生 拿来给我看 哪个小 就是Stanolid 跟这个 Hydrocolysis同学 现在才能移动 那我 每次来 我把他看到的时候 比如说你不要走 你不要加倍 我说你不知道 你不要 我说你现在用的方便 是这种人 看的 看的 那些事情 所以 在这里呢